嗨,一群,還記得那時候 答應我在宿舍看到你 都想說,那是不是吉他適合學家 我不確定,但之後 就是經過榮樹下,然後就聽到你的 聽到你唱歌,然後我就 確定你是學姐,而且 而且你的聲音真的很讓人 陶醉 然後,然後最近來看到 你辦了很多表演,然後 然後我也覺得你吉他進步 超級有力多,然後覺得 你是一個對音樂很有想法的人 然後有很多可以跟你學習的地方 然後以後繼續 加油喔,畢業快樂 這首你有聽過嗎? 對,沒錯,就是Yellow 這是我對奕勳的第一印象 Yellow超好聽的, Coldplay 就是因為你這首歌我才認識 Coldplay 然後我覺得 你就是一個很 文青吧,然後 你也很 反正就唱歌超好聽的 你也很享受在音樂裡 當然雖然說 我們好像也沒有聊很多天 然後也沒有 就是 呃 太多一些,太多深度的一些 聊天 可是,當然啊,希望你在未來能夠 我幫你有沒有擋老師,不過 我希望你在未來就是 能夠查自己的目標,然後前進 然後,繼續更多表演吧 我一定會支持你的喔,加油 掰掰 嗨,依勳 我還記得之前 大二,那時候我們隱形 隱形茶會的時候,你叫我彈 背絲 然後就非常的 謝謝你 然後 然後 另外還有,依勳 唱歌 真的很好聽 然後就 我很喜歡 教練 然後就 畢業快樂 嗨,依勳 我覺得你應該是 我在 吉他攝影院 應該是 第一 還第二個認識的 學 學長姐 然後那時候 大一就跟你比較熟 就那時候 因為那個 起末街頭秀 然後是 你找我跟靖茹一起 出歌的 所以那時候其實還蠻感謝你的 如果 因為那時候我一直都 還蠻不敢表演或什麼的 然後如果不是你就是把我 拉去跟靖茹一起表演的話 然後靖茹就是 也教我們很多東西 然後延續我就會 不敢表演 什麼之類的 就很感謝你 然後我還印象超深刻 那時候 你來住宿 然後那時候 我們找爸 約在學活練習 然後 好像要先去射爸 你拿鼓什麼的 然後你來就是 早八就超準時到 然後 就是明明沒有課 然後還早起 就是陪我們練習 然後幫我們開 那時候就覺得 好溫暖的接見 然後那時候就對你印象深刻 就覺得 你是一個很溫暖的學姐 就是 那時候 比較少大概就走 暈暈暈暈 然後還有你就覺得 你們都是很溫暖的人 然後也算是 讓我想要留下來 就是當幹部的願意之一 然後就是很謝謝你 一直來的照顧 就很常我 可能在射爸 然後你就會很溫暖 然後我說 欸你還好嗎 什麼的 然後就 超愛你的 然後希望你 畢業之後 再一起行為順利 加油 嗨 溫柔美麗的一群 首先要 恭喜你畢業了 對 然後 就 要先謝謝你在事前講的時候的幫忙 對 然後 然後 就是 嗯 雖然平常看你就是 講話很溫柔啊 然後 感覺 就是 沒有什麼殺傷力這樣 但是 就是 就是 在處理一些事情上面 然後 就讓我看到 嗯 不一樣的你 然後就會覺得 其實你是一個 就是 嗯 做事情都還蠻 堅定 然後也很有自己想法的一個人 這樣 然後 嗯 除了 之前講之外啊 雖然我們比較少一起出歌 但是 在我 大三的時候 就 那時候 你 算隨口只是問我一句說 欸 知恩你以後想要做什麼啊 然後 就因為這句話 然後 就 讓我們那時候 一起聊了很多未來的事情 對 然後 嗯 也給我很多 就是 對於未來的一些想像啊 然後 也知道 就是 嗯 我的未來應該要 就是 可能做什麼樣的規劃 或者是 其實 不用那麼急著說 一定要 完成什麼事情 然後才是 最好的 就是 或許 緩一緩想一想 然後 會讓我 的未來比較不一樣 或者是 嗯 很多事情 可以 可以 可以有 更多不一樣的選擇 這樣 然後 真的很謝謝你那時候 就是 和我聊了很多 嗯 然後 也知道 就是 一群也 也對自己的未來 有很多不一樣的想像 對 然後 希望我們未來都可以 成為我們 想要成為的 那樣子的人 嗯 然後 再次恭喜你變啦 好 嗯 好 是